嗨 大家好 我是T小編 看到我桌上的這些東西 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嗎? 沒錯 就是你想的那樣 今天就是要來教大家 如何清潔家裡的小白鞋 我們今天總共準備了四種不同的工具 會分別教大家如何清潔不同的污漬 首先呢 我們有準備了去脂油 然後跟科技海綿 還有牙膏跟橡皮擦 那我們就接著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個實測方式就是準備了去脂油 那這邊有一雙鞋頭微微髒的小白鞋 它的鞋縫跟這個膠中間有一點點小污漬 那我們就是準備去脂油 然後跟一支棉花棒 大的小的都可以 個人是覺得大的可能會比較好沾 就是這樣子稍微沾取了一點點去脂油之後 可以直接在你的鞋面上跟這個縫隙之間 直接做清潔 直接這樣子摩擦 很快你就會看到它的污漬直接消失不見 好啦 這樣就完成清潔啦 你們看 這邊就是剛剛有用去脂油稍微清潔過鞋頭的部分 然後這個就是還沒有清潔的 是不是差很多呢 大家如果有這種鞋頭上面清潔的困擾的話 就可以使用去脂油進行清潔唷 第二種清潔方式 我們準備的是科技海綿跟水 這個清潔方式就是可以清潔鞋面上的污漬 你們看這雙鞋子 鞋面上是不是就是髒稀稀的呢 我們等一下就會利用科技海綿 再把這個鞋面清潔乾淨 那我們接下來就實測看看吧 接下來就用衛生紙 把鞋面稍微擦拭一下 擦乾就可以囉 這樣子 整張就亮晶晶的啦 第三種清潔方式就是 登登 大家家中人人通通都有的橡皮擦 沒有想到橡皮擦也可以成為你的清潔工具吧 你看這雙鞋子一看就知道是粗魯的女生 因為鞋頭真的超級髒的 是不是不知道要怎麼清潔呢 這時候就拿出你的萬用橡皮擦 開始拚命擦就對了 你們看是不是環女跳票拳直接變得超級乾淨的吧 第四種清潔方式就是當你遇到像這種大魔王等級的髒污或是怎麼刷也刷不乾淨的 小白鞋的時候呢 你就只要準備 牙膏跟 你就只要準備 牙膏跟牙刷 當然如果你家裡有小助打粉的話 也可以一起使用 效果會更好喔 那我們就開始 來讓這雙小白鞋起死回生吧 GO 首先呢就是把牙膏擠在你的斜面上 大家要記得要拿你家裡沒有用的牙膏喔 接下來呢就是拿你的牙刷沾一點水 就可以直接開始刷進行清潔囉 接下來呢就準備濕紙巾直接把污漬擦掉 看看這樣是不是就清潔溜溜的呢 我們剛剛就只清潔了一小部分 但你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是不是這樣子就變乾淨了呢 這邊是已經清潔過的 這邊是還沒有清潔過的 是不是差異非常明顯呢 所以呢只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再加一點耐心 花時間清潔你的小白鞋 你的小白鞋就可以起死回生囉 等一下喔 還沒結束 要教大家一個日常保養的小秘訣 不管是什麼鞋子通通都適用 只要你買了一雙新鞋 就是去準備防水噴霧就對了 在你穿珠門之前呢 只要把你的防水噴霧噴在你的鞋面上 這樣子啊不管是髒污或者是雨水 都可以形成一個保護的作用喔 這就是日常保養鞋子的小秘訣啦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最後別忘記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